白天鹅 安娜 火山玫瑰 这些都是城德双兰区大贵口村花卉大棚里的蝴蝶兰品种 听说这里最近可热闹了 走 火蛋去瞧瞧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大贵口村立足特色资源 发展优势产业 畅想乡村振兴歌 这个花卉大棚就是村里新建的高标准日光温室大棚 光线充足 凉爽舒适 让小蝴蝶兰们住进了保温保湿的空调房 现在这个季节是大棚花卉培育的关键时期 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您看这几半棵蝴蝶兰 再过两三个月就能上市销售了 大贵口村向来以草莓种植采摘为主 为了让产业发展更多样 扩大增收途径 2021年村里调整种植结构 引进花卉调色种植 建了三个蝴蝶兰大棚 每个大棚约有840平方米 能容纳27000株蝴蝶兰花 目前已经培育品种二三十种 蒸汐豆艳的鲜花 引来了大批游客观赏购买 早就听说这里的草莓出名 没想到兰花也这么漂亮 假期正好带孩子来这里玩 顺便挑上几盆带回家 我看这种要下雨了 然后晚上打算就在这民宿住下了 目前 凭借蝴蝶兰花的批发和零售 大贵口村的花卉大棚 年营业额能达到60多万元 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不过花卉大棚 大贵口村还建设了精品民宿 山谷人家 雇用光伏产业 山谷光伏 线上线下 推广销售特色农产品的 山谷市集等一系列项目 让大贵口越来越亮